只拿三成 岂不是亏了 我们支援百姓的灵石 要如数奉还给我们 如何 那剩下的 我们拿七成 七成是我们的 你们三成 不行 太少了 至少五开 我们魔踪去打劫 又累又危险 要多点 不算过分吧 嗯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大地套 等等 我们提供情报和掩护某种行动 也很困难的 最多你们四我们六 不能再多了 于是 谈判陷入了胶壮 你们这是 什么情况 大哥 那你这是大哥吗 大 大 大 这位是我们慈爱安的大哥 打劫分城的事情 就由我们大哥来决定 打劫分城 咱们不是总打劫不城 反被抢吗 魔踪提议 他们帮我们抢 我们负责提供情报 和掩护魔踪行动 嗯 看什么玩笑 我们可是正义的伙伴 怎么能和魔踪合作 我慈爱安就是穷死饿死 打劫的时候被反杀打死 也不会和魔踪合作的 哼 怎么 你想打架吗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大哥说得好极了 我这就解散魔踪 咱们改写规政 以后都是慈爱安的人了 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魔踪罪恶滔天 我是绝对不会和你们合作的 我会练三 帮你们慈爱安提升战斗力 我们战斗力很强 可以帮你们杀修仙者 我们魔踪有钱 这些是存款账本 我们杀修仙者 慈爱安也杀修仙者 目的不是一样吗 啊 这个 大家一起先想办法 怎么说服大哥 实话实说呗 就说大哥是咱们未来老大 说起实是咱们老大还靠谱些 未来的事情没有说服力 说咱们其实是嫂子手下 怎么样 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立功了 回去我把故意打断你胡牌的钱赔给你 果然那几次你都是故意不让我胡牌的呀 我说出来 你可要保守秘密 没问题 你说 其实我们都是你师姐的人 奉她的命令 前来助你一臂之力 什么 我师姐 我们原本都是备受修仙者迫害的普通人 魔宗成立的目的就是干掉伤天害理的修仙者 维护人间和平 而成立魔宗的就是你师姐 我师姐竟然是魔宗宗主 师姐对我真是太好了 搞定 好 既然你们魔宗不是江湖上说的邪恶门派 那我就同意收编你们 多谢大哥成全 很好 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第一项任务 这么快就要去杀人了吗 为什么我们在学习种田呀 我的小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可爱 比起去劫杀征税的修仙者 我想帮助百姓种田才是当务之急 明年不要重变之全天下的地 大家不要急 冲击好了的去做天赋测试 凡是符合标准的我们都收 这慈爱安怎么回事 不去当杀手 这么多跑来种田了 好位好位 魔宗宣布解散 什么 魔宗解散 好位 云台宗宣布逍遥上线下岗 这 那种欠了一屁股债的宗门 谁要当他们的宗主啊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欠债双修的黑白宗 宣布还亲负债 臭小子 闭嘴啊 住手 这不是天下第一美男 逍遥子吗 这个声音 让你帅蛋 会一个好东西 灰尘 老名最长远活着的帅哥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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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